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Ethan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我上完披薩克 要分享的感想 我們看的電影是功夫小貓 裡面的角色有阿波、蓋世武俠、功夫大師和歸大師 阿波有不放棄的夢想,蓋世武俠要趕快成為神龍大俠 功夫大師可以把人彈飛,歸大師可以預知未來 我覺得哥哥和裡面的阿波很像,因為很胖 我覺得爸爸和裡面的和家伙一樣堅強 我贊成阿波的爸爸隱瞞他,不是他親生的事實 這樣子可以讓他開心 我認為阿波在爸爸的面殿打工不開心 這樣子他就不能完成他的夢想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段落可分為四段 因為第一段是介紹人物第二段 阿波成為神龍大俠第三段 殘暴主流第四段 結尾 這部電影傳達給我們的意義是 所以要完成自己的夢想 要完成自己的夢想 不要讓自己讓別人看不起 謝謝大家 請要幫我按讚 再來